你刚才提及了很多次 最关键的位置就是27,700点 但你也提及到 首先看了开市表现 还有看这两天收市 是否站在27,700点楼上 我的感觉就是 你也会建议投资者先观望 不要急于沽货 但也不要急于撈底 是否暂时部署上是这样 是 没错 如果沽货和撈底方面 其实我觉得 可以再给大家多一点启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说 当然股份有强势有弱势 尤其是如果比较差 经过科技股的话 我想继续不要松懈 就算你真的很想撈底 也很重一点 千万你继续跌得残底 你尽量去 小心一些科技股 仍然是要小心 但你说 那些科技是不是弹一弹就走 或者这样的情况 当然拆是笼罩得很紧要的 这件事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讨计这个办法 但是我首先看了 看看两万七千七的位置 站到的话 再给它打的时候 科技都希望 这一刻你问我 我立刻 你都不理宣数了 沽了它了认输 是否跌浪单边 我觉得先审慎一点 所以因为RSI 刚才说了很多东西 说了保力加通道 说了横行区间 说了点数 但是我都没有提过一样RSI 但是恒生指数 RSI 落到30楼下 在星期四的时候 是27、28左右 其实在过去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年 只是看一、两年、三年 其实这个落到RSI三十楼下的情况 可以说是少之有少 而上一次正正就是一个大浪的底部 就是去年八月 接着急升到一、二月的时候 今年就曾几何事上到三万楼上 所以我不是告诉大家 这浪就见了底部 接着三万楼上 不要这么乐观 逐步逐步的清理 但是始终当市整体落到RSI三十楼下的时候 你可能情绪是很绑紧 每一次落到来这么恐怖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又八年跌 是很害怕 但情况是在于冷静点 看图 试试从客观点去看指标 曾几何时来到这些位 真是不常见 而是市场的底部 我想总结一句 你有好的方向去解读市 有差的方向去解读市 但现在这一刻绝对不宜理去进取 但是如果你是有货的话 我希望一起都等到去市 试一试两万七千七 可不可以再一次收復 如果迟迟不可以的话 第一时间走的是科技类 而是如果可以站得稳的话 就让他们全部东西都试试 和市场可不可以再谈 这么多的一步 我都会下跌 稍等你 以前是什么 是怎么回事 我给我回事 我会订阅